到底 讓牙齒變白 有哪些正確的方法 網路上或者很多人也說 是不是吃什麼食物 可以讓牙齒變白 我們就來看看 可是好像還滿瞎的 來看看真的還沒 10種讓你牙齒變白的食物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芹菜 洋蔥 香枯 香蕉 薄荷 芥末 綠茶 水 無糖 口香糖 乳酪 不知道這10種是從哪裡來的 怎麼會有這樣子 來 楊醫師 其實真正 真正會讓牙齒比較白的 應該是芹菜 但是不是因為你吃 是因為芹菜的腥味比較多 所以它在幫你刷牙 那我知道了 甘蔗 是不是甘蔗 甘蔗就更多 可是甘蔗吃完裡頭有糖分 然後你會形成牙菌般 太甜了 因為它其實像芹菜 洋蔥 香菇 它都是屬於比較高鮮的蔬菜 蔬菜本身它比較不會有糖分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讓它變白 這件事是很難的 對啊 香蕉 好奇怪 口香糖很多人都說 這個美國人牙齒之所以白 是因為他們很愛膠口香糖 口香糖跟白真的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又解惑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喔 是刺激你口水分泌 所以剛剛我們講那個PH值 它就往上提 他們是說減少蛀牙這個 對 也沒有關係 減少蛀牙是因為你口水增加 所以你帶掉一些食物 所以表面上不會有那麼多食物 好 那乳酪這就匪夷所思 為什麼吃乳酪牙齒變白 你知道在網路上的解釋是什麼 就是因為乳酪它有一些鈣質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會幫助 認為牙齒是鈣質的一種 所以會讓你牙齒更加強壯 然後會變白 但它可以讓你身體增加鈣質沒錯 但是鈣質會直接影響到牙齒變白嗎 存疑 好 那如果觀日朋友 你現在才轉到這邊來 看到這個板子 你不要馬上跟你的朋友講說 我告訴你喔 吃芹菜牙齒會變白喔 吃香蕉癢會變白 不是 我們在討論的是說 這個是網路上講的 其實都不是正確的 所以也不要太相信 這個網路上大家講的事情 好 所以 那有真正可以讓牙齒變白的食物嗎 並沒有 你知道我曾經有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27歲的男生 然後他去求職 然後他從網路上得到一個偏方 就是用 而且是高濃度 剛擠出來的檸檬水漱口 然後據說可以美白 然後另外他用柑橘 然後把它曬乾之後 把它磨成粉 還刷牙 你看這些都是什麼 酸的東西 希望能夠用酸來讓牙齒得到美白 但是他並沒有讓牙齒變白 反而去看醫生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了解 錯誤的美白牙齒的方法 對啊 利用酸 好 第一個 使用市售來肉不明的 美白藥劑危險 第二個 利用酸 就剛剛家裡講的 來讓牙齒變白 第三點 使用粗糙的牙粉來塗抹牙齒 真的 美白藥劑在房間其實滿多的 對 怎麼去選擇 那個藥劑到底有用嗎 其實沒有衛生索和殼的 我們都不建議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來牙醫診所 不是因為我們比較好賺 而是 可是因為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我們要做一些保護 像說我這樣講好了 今天我們牙齒是硬的 牙齦是軟的 對… 我們洗衣服的時候 那個洗潔劑 要洗衣服洗得乾淨 但是不傷手 這兩個是完全相反的 對不對 一般我們認知是這樣 所以你要牙齒硬的組織變白 但是又不傷牙齦 這不太可能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說 外面市售的這些漂白藥劑 它們到底是用什麼東西 是 再來就是說 當你弄在牙齒上的時候 因為像說來牙醫診所 我們會把牙齒保護起來 我的藥劑只有點在牙齒上 可是在外面 你通常用那個牙脫 也會接觸到牙齦 上下牙齦都會 如果是衛生署核准了這種 美白牙齒的藥劑 裡面成分大概是什麼 雙氧水 對 雙氧水這一類的 類似雙氧水 有點像漂白劑的這一種 它就是它會氧化還原的東西 但是不是真的雙氧水 因為雙氧水很容易它變質 所以它現在其實 就是臨床上 或者說讓病人帶回去 這些居家美白的東西 它是另外一種材料 它這個材料會分解成 有點像雙氧水的東西 再讓牙齒變白 美白藥其實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粉狀的 對 那也有是膏 是凝膠狀的 然後套在透明的那個套子上面 套在上下這樣子 牙脫 牙脫的那一種 對 那就是一個還原嘛 對 大概在外面 不太可能做到牙脫 因為牙脫要醫師來取你的齒膜 然後幫你做好 你才能夠一顆一顆變白 你知道在外面我曾經看過 有人在外面號稱有那種牙脫的 但是它並不是完全 密合你的牙齒 對 它就是大概的 所以它美白出來會是不均勻的 這樣很醜 有的變白的 有的還是黃的 所以這樣的效果 反而是適得其反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然我們的全齒會比較黃一點點 但也不要那麼黃 在一般的不是診所 是藥局 它會推銷你一些美白牙齒的東西 那它當然有一些廠牌 但你沒有聽過 有些人是把它 大概都是貼片 貼在牙齒上面 然後它牙齒並沒有變白 但它牙齦變成紫色 所以可能是 剛剛楊醫師提到 它的雙牙水濃度很怪 它牙齒還沒有變白之前 它牙齦先變紫色了 那個就 對 因為牙齦受傷的話 它會萎縮掉 所以會更醜 好 所以來路不明的這個 美白藥劑不要去用 對 第二點就是利用酸讓牙齒變白 剛剛講的用酸 檸檬水 這樣漱口 聽起來就覺得好酸 對 那是比較古老的方式 真的有 對 那是暫時性的嗎 也 真的會變白嗎 也不是說暫時性 因為那個有點像是說 像說我們這個桌子 可能用久了 表面有一些髒東西 我拿一個菜瓜布或什麼 把它表面一層刷掉 所以酸就是把表面那一層 髮膀質一層薄薄的把它去掉 它你下面就露出來 所以看起來好像比較 下面會白一點 對 因為你表面是有點污垢 那一種酸是什麼酸 例如說有時候 我們也知道什麼美白筆 美白橡皮擦 上面是不是都有酸的成分 有些是有酸 大部分的話 它是用一些微小的顆粒 去塗抹你的表面 所以有一點像是 我在清潔牙齒表面 用菜瓜布來刷就對了 另外一種是它有 像霜光氧水的成分 它直接塗抹在牙齒上 但是這種的話我們不介意 美白固然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 現在牙科診所非常的多 找牙醫師這種專業的醫師 要用對方法 對 幫你做一個冷光美白 你就白到不行了 真的很漂亮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比較貴 所以大家會想說 仿接了一些美白藥本 拿去弄一弄 但是我們就要來請教 它專業的養醫師 在醫學上 這個美白牙齒的方法 牙齒貼片 第二種叫冷光美白 第三種叫噴紗美白 第四種居家美白 第五種 前牙美學 一個一個來告訴我們 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序好不好 牙齒貼片是 我先講一下之前那個題目好了 好 因為現在大家搞不清楚就是說 我是把表面那一層拿掉 對 還是說我整體變白 真的變白 所以像說我今天如果有一件衣服 是黃色的 我沾到泥土 這個的話 這個衣服就變成可能變成棕色的 我把泥土拿掉 它會恢復原來顏色 可是我不滿意原來顏色 所以我丟到漂白劑裡面 讓它變白 所以要先分清楚是哪一種 是 它一般來講的話 像說噴紗美白 像這一種的話 它就是必用它表面噴紗 就是把表面這一層去掉的原理 噴紗美白 這我們一個病人檳榔抽菸 他吃檳榔 他還會在乎他牙齒白不白嗎 他只要你朋友就會在乎 然後它就 我們來做噴紗處理 噴紗完以後就是左邊這一個圖 對 噴紗這個進行要進行多久 如果全口的話 像這個很久 這個到我噴了快一個小時以外 因為它幾乎是全口都是 噴紗這個也維持多久 它如果繼續攪檳榔的話呢 繼續攪檳榔就會變這樣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一般來說是比較便宜 相對便宜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 對 它如果只是去除表面 一個去除表面的一個動作 對 好 我們可以問一下多少錢嗎 大概 一般診所大概都是 訪問診所不能講價錢 是 OK 不過大概不會 1萬塊以下 1萬塊以下 OK 好 這種噴紗 噴上去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通常是碳酸離子 碳酸離子 OK 好 但是它可能隔一段時間 它的生活習慣沒有改變的話 它就還會再變黑回來 第一種牙齒貼片呢 牙齒貼片我要證明一下 通常我們不是很經歷 我給它補充一下就是 做 其實那個是我們的最後一招 你今天磨很快